好的,那在这里的各位应该都不是第一次进来我们这个Zoom,这个Gymstreet的这个平台,这个项目,所以我会从这个Globalline这里开始。 目前呢,我们一般怎样开始这个参与这个项目呢,最重要我们是要选定一个加密钱包,比如说MetaMask或者是TrustWallet。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B&B和BUSD打入我们的钱包,然后呢,我们像介绍我们这个Zoomstreet的朋友呢,说取这个网址,推荐网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投资,然后我们投资呢,是最少也从这个100美金开始的。 那当我们拿到那个推荐网址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MetaMask钱包连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那在这个画面呢,首先我们一定要连接我们的钱包跟这个网址连接起来。 那连接起来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接受这个条款和条件的。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Zoomstreet的画面,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仪表盘的。 那在这个仪表盘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这个股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里购买。 然后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地图。 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元宇宙所有的这个地图。 然后呢,绿色的是代表还是可以买的。 蓝色的部位呢,是已经是被人家买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那个包裹。 然后最少呢,是从100美金开始的。 那如果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我们要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购买,然后确认我们的交易,那就进行了。 然后我们除了一个一个卖的那个配置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配套,这个叫Bundle,这个超级配套。 那这个超级配套呢,它是有从285,750,300,3757,500,还有最高呢,就17,500的。 那肯定如果说我们是拿越高的配套,那我们的那个股权的数量呢,是会越多的。 那选择了这个配套之后呢,我们购买了之后,某一个配套,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来缩取我们所购买的配套,跟着来的这些土地啊,还有矿工啊。 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缩取。 因为如果说我们没做这个步骤的话呢,我们接着的那个佣金我们将收不到的。 所以首先呢,我们购买了配套之后呢,我们需要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缩取我们的这个土地。 那土地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第二个步骤就需要缩取这个矿工。 然后最后的这个步骤呢,就是需要升值我们的这个配套。 那做完了这个缩取之后呢,我们就也是一样会回到这个地图来选择我们要的这个地图,就是说我们所要的这个土地。 那我们点了之后,确认了要这个土地之后呢,我们就点缩取,然后确认交易。 那这个土地呢,就会属于是我们的了。 然后在这个如何开始这里呢,我们首先在这个仪表盘,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Global Line Cashback,这个Global Line Bonus的。 那我们再次连接到我们的钱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全球线奖金。 那全球线奖金呢,它是怎么操作?比如说我们已经购买了这个配套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position,就是位置是在第几个。 然后当你加入了之后呢,陆陆续续最后一个人的数字也会显示在这个仪表盘。 然后你,就是说最后的数字跟你加入的那个差距有多少个,就是说在你加入了之后有多少个人已经加入的这个数据也是可以看到的。 那公司一共在这个全球线这个数据这里呢,总共卖出了多少的营业额,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然后我们加入了之后呢,这个百分比我们的佣金可以拿到多少。 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对的这个佣金。 比如说我们买100的这个配套的话,我们是拿到一个股权。 那我们拿到一个股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收取多少收入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这个这里有一个0.50就是五毛钱BUSD。 这个呢,是已经你所拿到的这个奖励,只是你还没拿进你自己的钱包。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Claim all这里呢,点击一下,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收入。 在直接打入我们的冷钱包里。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个配套,我们已经购买的配套有多少个,我们的股权有多少个。 然后肯定如果说我们的购买的这个NFT越多的话,我们所拿到的这个股权就越多。 所以在这个超级配套这里呢,我们又可以增加。 比如说我们看到买这个100的配套不错了之后呢,我们又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配套。 我们可以在这个Special Offer这里呢,就有750或者3700多,或者更高的是1700多。 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喜欢的这个配套。 那在这里,我们只需一样的点击购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确认交易的。 那这个全球线数据呢,它也是非常透明化。 在这个仪表盘的最下方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在某一分钟所购买的这个配套,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个交易里,我们自己本身是赚取多少钱,也可以从这个历史记录里面全部看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是如何的赚取这个佣金呢,我们就现在来研究一下。 那这个全球线佣金呢,是怎么的操作呢? 公司是会拨出4%的这个利润来给我们的这个全球线奖金。 那期间呢,是大概90天,一共是90天。 那我们目前已经过了3天嘛,这是第三天哈。 那在这90天的期限里面呢,我们只需购买100的NFT,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全球线里赚取这个佣金。 那当我们参加了之后呢,跟着我们后来来的朋友他们所购买的这配套呢,我们都可以赚取他的这个佣金的。 那肯定我们是看我们购买的配套有多大,那我们拥有的这个股权数量是有多少。 那依据这个数量呢,公司是会将奖金自动的分配到我们的账户上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天天在看着我们的这个奖金其实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哈。 那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期间呢,是一共是90天嘛。 那如果说我们在6月12号,就12月6号开始的话呢,那你可能是在1月才开始的话,那你就损失了大概二三十天的时间。 那你所剩下的这个可以领取奖金的这个天数呢,就减少了。 就大概是剩下可能讲着60天的。 所以越快加入的朋友呢,就可以收取的这个佣金呢,是会越多的。 那在你加入之前的朋友呢,就算他们之后再购买配套的话,他也是不属于你的线下的,就是说你也拿不到他的奖金。 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希望每个朋友呢,会更快的加入我们,然后选择你要的这个配套。 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说我们是订了,比如说我们是要买多少的这个配套。 我们可以订一个金额,比如说我们是打算买5880的。 那这系统他是怎么计算呢? 当你,你的那个想要购买的数额呢,金额是5880的话呢,那首先这个系统他会自动的先跟你购买。 比如讲说你只是预算5880,那肯定17500的我们是,这个系统是不会去购买哪一个配套的。 所以我们是拿不到300的股权。 那5880呢,我们所可以购买的配套呢,第一个就是3750。 那3750就是说我们可以拿到的股权数量是有45个。 那接着下来呢,可以买的这个配套呢,就是2750的这个配套。 那750的这个配套呢,他是可以拿8个股权的。 然后接着下来呢,你又可以拿多另外一个的750,然后再购买两个285的配套。 那总共加起来呢,你可以拿到就是说你如果用5880的话,你可以一共拿到67个股权。 那67个股权呢,你剩下的余额是等于60美金。 那60美金呢,你就不能够再购买了。 那这60美金呢,你就可以预留在系统里面。 然后等你有,就说你的那个奖金可能有奖金在进来的时候呢, 你再加上的时候,你又可以买多一个100的配套。 那100配套呢,就有一个股权。 加上之前的这个67个股权呢,那你一共就有68个股权。 所以呢,总而言之就说我们的这个股权呢,是可以一路增加的。 如果说我们要的话,我们可以买更多的这个NFT。 然后呢,我们就增加我们股权。 那增加股权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比方,如果说我们是买285的配套的话呢, 285的配套我们是有三个股权。 那三个股权呢,在现在这个版面啊,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暗列来算的话呢, 比方我加入了之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加入,那他只是买100的配套。 那他缩取的,他所得的这个股权呢,只有一份。 那接着下来,另外一个朋友进来呢,他是买285,那他的股权只有三份。 接着下来的朋友进来呢,他是买750,那他股权是有8份。 另外一个朋友进来呢,他是3750的,那他有一共是45份。 加起来,这总数额呢,是有57个股权的。 那在这个下一个朋友进来,他可能是买着3750的。 那这个3750呢,公司是会拨出4%的这个奖金。 就说这个150是会拿出来,拨给大家做奖金的。 那这个150呢,就会除57个股份。 就说之前所加入的朋友除57,那每一个股份呢,就拿2块半。 比方说,如果说我是买285的话呢,那2块半乘3,就是等于7块半。 就是我的股权可以拿7块半的。 那肯定如果说我们是拿越高的股权的话,那我们所分到的这个奖励是更多的。 那这个是一个3750的暗列。 那3750呢,我们是可以拿45的。 那比方像刚才的列子一样,也是150的这个美金拿出来,拨出来做奖金的话呢。 那在这个总股权有102的情况之下,每一个股权是拿到1块4毛7的美金。 那乘上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是拿3750的配套的话,我们是拥有45个股权。 那乘1.47的话,我们一共是拿了66.18美金的。 那肯定如果说我们是购买的配套越大的话,那这个奖励,这个奖金呢,就会越多。 所以在我们操作了几天的情况下呢,我们有购买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每一分钟这个奖励,奖金都是一直的往我们的钱包上打的。 所以这个还是挺兴奋的。 那肯定我们最大的配套呢,就是17500的。 17500呢,你就可以拿到300的股权。 然后呢,肯定嘛,如果说越多人去购买这个配套的话呢,我们所分出来的这个奖金是越小分的。 但是,如果天天都有人进,每一秒都有人进的话,那我们每一秒都有奖金在拿,那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奖励。 那我的分享今晚就到此为止。 那大家目前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你们可以关掉静音,然后提问你们的疑问。